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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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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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 你不能這樣講 是冠軍盃的時候大家也不看好他的流川楓啊 是確實 但這可是超級聯賽啊 OK 哇哦 武藤遊戲跟我講說 他對這遊戲的深入 他這個機制就是跟之前那個 他蓋不蓋得到我的後車 電玩展那個一樣 就來看一下這一邊 會比分數 究竟是你的川楓猛 還是我的木捨一牛 沒錯 那至少第一波球權是由查理歐這邊 三帥茶館掌握 那大家都知道球會給誰 球給流川 哦 你以為啊 哎呀 但這個嘎之翠的出手是直接被青天給抓到了 木森一抓到 對手沒有起跳 但無知的出手是彈框沒進 籃板球被查理歐給掌握下來 持續的頂投 哇 光頭籃板掌握得很穩 對 晃了一個 哇 這邊有空檔 但這一個空檔是被跳步強行干擾了 好 這第一波的交手呢 小七成功擋下了舞台遊戲 而這一邊的高冷直接拔了 連續兩次不講理的直接拔 是 那我覺得 可以讓舞騰遊戲有更多的頂投出手空間 但後續他能不能用拜佛就是 你要看高冷的一個逆操 早就準備好了 才講完就是 你如果要拉出像剛剛那個空間 你必須得在人群之中使用拜佛 那你這一敗 我覺得一個好的木森一是不會給你機會 他一定操得到 嗯 剛球才剛下就不見了 這邊 但這地方持續的在繼續使用自己的晃人技能 還是沒有空檔 沒有找到任何的機會 只好讓 劉沛來頂投出手 對 這球投進了 但是這開局對三歲柴管來說 完全沒有打開 繼續來看到高冷 再去找幾個搭配 再去找幾個搭配 哇這邊其實小溪給人家壓力很大 你看到嘎之翠的位置 退無可退 然後站在籃下 可是他不站那也不行 因為他要擋他的跳扣 對 他很難守 他現在壓力很大 6比2的開局 這邊武騰遊戲勢必得打開 這場比賽如果要靠嘎之翠來頂投的話 那他們麻煩就大了 但是怎麼辦啊 怎麼可能 這個才是何邏輯的比賽 就怎麼可能 那個地超反應超快的 哇賽 好不容易晃開以後 清田又跳上去了 對這一把清田能夠得分 然後我木生衣就不用把 帝王意識拿來做牆頭 因為牆頭本來本身 他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得分手段 喔 動作有效 我以為櫻霧要蓋到了 對動作有出來 但系統沒給 我這邊 問題真的還是很大 喔 阿牧就在那邊等著你 這邊也是一樣 還是利用著高斯萃的一個頂投 獲取分數喔 對 比賽進行有2分鐘 雙方4比8 4分差但是 這比賽的感覺跟4分差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對 因為其實在進攻上面來說 進球的質量 對於三帥這邊 打出來的質量很低喔 對而且剛剛 滋滋高砂的一段灌籃 這個三帥茶館 感覺上是不是 喔 已經有點亂掉了呢 分配上面有點沒分配好 這個 我有個朋友 他現在這個比較少在玩灌籃高手 那 他就是你老爸 這種情況他就直接會有這個麥克風打開了 對對對 但是 對於三帥茶館來說 這場比賽的重點都不是在防守 但是武藤遊戲 你能不能夠幫球隊得到分數呢 是 需要來大一點進攻 晃了一下中投的出手 終於頂進 終於頂進啦 是說比賽剩下86秒鐘 雙方4分差你還有機會 但是武藤遊戲 你必須要展現出 Kobe的侵略心跟霸氣 還有那種讓對手無解的進攻能力 老實說我覺得很難 因為 你假設今天那個落後 然後讓Kobe來出手 跟Kobe講說你不能運球 哇那怎麼打 那打不了你知道嗎 哇這球是為了防止時間到的 直接來拚這個籃板嗎 咦呀 支支的這一個大開招了 嗯拚掉了 武藤遊戲抄到球以後 現在有機會把球權縮小到一分差 繼續繞了 晃一晃假裝做 唉唷 這邊給嘎茲出一個機會 但坦光沒 哇 你大招在他面前 沒一招能用的啊 帝王鍋直接把你蓋出去 再一個嗎 很可惜沒有蓋到 他媽決勝補扣 他媽直接被蓋下來 我操 雖然說上次我們也有看到一次 對 另外一邊竟然就讓高冷 這麼簡單的 再把分數要回來 這下傷了 哇 一邊你花了兩次的大招 才得到兩分 另外一邊你讓高冷 直接運球進到三分線以後 直接用普通投籃得分 沒錯來到現在 進攻端 沒聽 只要把時間打乾 其實對於比分上面來說 蠻穩的 但這球打進的話會穩更多 因為畢竟還有兩波球權 我們的機會晃到以後 有喔 基本功還是到位的武藤遊戲 這邊是蓋掉了帝王三段 開 能不能大招 這個大招是不太可能有機會進的 因為對於 呃 換手 上籃的這一個 大招來說 我覺得很多隊伍其實把握度很高喔 喔 這邊給到了一個超捷 有沒有機會再取分呢 直接又是嘎之翠的頂頭出手 來到兩分差距 對兩分差距剩九秒鐘 但武藤遊戲的流川 帶全超捷的潛能的話 是有機會的 不過這邊 哇一對一單挑 哇 哇 帝王分球然後把人騙跳 大招騙掉以後呢 成功再放進兩分 十四比十 這一把的比分沒有拉開 但是 沒有打出來 就內容來說 其實我覺得Mating打得很棒 對 就是我覺得Mating打得很棒 防守跟鬼一樣阿 沒錯 窒息阿 是 就你大招要得分嗎 其實好像也沒這麼容易 我這個帝王鍋的價值完全展現得出來喔 沒錯 這場比賽我們透過畫面來看一下 雙方的Box Score 武藤遊戲 三帥朝館的得分王 他 這場比賽 只得到兩分 那 哇 這個就是剛剛清田能得四分 你覺得你選流川能得幾分 答案就是兩分 不會比清田多了 哎呀你現在的表情得意的好討厭喔 啊不是可是就確實是這個樣子 因為 嗯 得意的好討厭喔 因為我在開賽之前 所提到Mating他的優勢點位 就是說 他對於整體現在Meta的角色 他比較熟悉 嗯 就是你不管是主得分點位 主控點位 主板點位 各種三分體系 他都是早已熟悉的一個情況下 XDU是最近才開始去接觸這些內容的 是 那在你有這些東西的情況下 武藤遊戲要開始練仙道 武藤遊戲要開始練物生1 武藤遊戲要開始練進階工程 而不是 呃 再把流川鋒拿出來 因為 我還是在 老實說一句話 這可是超級聯賽啊 是 這可是超級聯賽 你其他隊伍可能打得贏 但如果你的目標是要拿冠軍的話 那你就是得把Mating得打倒 就是因為大家現在看好他們嘛 也不是說他們已經拿冠軍了 但是以現在目前來說 所有的隊伍看好他們 包含我主播台也看好他們的情況下 你必須以擊敗他們為最主要的目標 你必須以擊敗他們為最主要的目標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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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